中美海運價格突破2萬美元1個FEU 同比上漲了500%以上 同時 大飛海運等航運對頭紛紛宣布凍結運價 近期 航運費用大幅飆升 不僅影響到中國外貿企業的生存 也使中國面臨罕見的通脹壓力 根據波羅的海航運交易所 和Frytos推出的全球集裝箱貨運指數顯示 截至9月12日 中國和東南亞至北美東西海岸的海運價格 繼續小幅上升均突破2萬美元大關 分別是2萬586美元1個FEU 即40英尺標準集裝箱 和2萬2173美元1個FEU 與去年同期相比上漲了500%以上 9月9日 全球第三大集裝箱乘運人達飛海運 CMA、CGM宣布 凍結運輸貨物的現貨市場價格 達飛海運表示 雖然該集團預計未來幾個月 價格將會攀升 但在5個月內 貨運客戶的現貨市場運費 將會維持在當前水平 在達飛宣布凍結運價後 另一家航運巨頭 赫白羅達也表示跟進 目前航運費用飆升直接影響到中國外貿企業接單的積極性 令外貿訂單成為外貿企業中的燙手珊瑚 有些不得不放棄了訂單 除了外貿企業面臨壓力之外 港發證券在研究報告中表示 可運價格上行是今年以來全球通脹走高的重要推手 而中國正面臨著通脹壓力 而大宗商品漲價的壓力 除了直接影響企業資金端 更削弱利潤空間 讓一些中國製造業 陷入訂單接得越多 虧損越多的尷尬景地